张和伦和约云鹏不愧是相爱相杀的好兄弟 哪怕是台上也不忘抱怨一下自己为何总被嘲笑 约云鹏那句我红啊真的太扎心了 都知道张和伦表演风格比较放飞自我 没想到他和约云鹏一块直接包袱满满 特别是两人一起参加综艺节目的时候 主打一个互相伤害不留情面 你觉得咱们单位谁最喜欢请客 最喜欢请客的其实是我 大谎IAP的 大谎IAP有从说 特别call一个比一个call 真的一个比一个call 但这几年我好多了吧 你好的一奶奶吧 好什么一奶奶 我经常请你们去家里吃饭啊 我们也没有空手去啊 请吃的饭都得拎东西都拎了好多 一上台张和伦就直接拿失踪月云鹏杂瓜 调侃对方是智障 智慧与仗义各占一半 对于失敌的吐槽 约云鹏也毫不留情 直言这个包袱太老 之后约云鹏就问张和伦 等于设谁最爱请客 本以为对方会说自己 没想到张和伦却说没有 记得约云鹏直接为自己辩解 结果没想到张和伦的发言再次让人意外 看约云鹏张大嘴巴不可置信的表情 一定在心里怀疑人生 除了互相吐槽挖坑 两人玩剧本杀的时候 更是分分钟让人笑晕 谈宗中 大家玩了一个题材非常严肃的 他案类剧本杀 约云鹏扮演警长角色 张和伦扮演土匪 两人审讯环节中 不知道张和伦还没进入角色 还是有点傻 被问什么职业时 直接说了个土匪 连约云鹏都被整无语了 意识到犯傻的张和伦 随后赶紧招捕 说祖上是土匪 而自己是经商卖布 之后两人的对话堪称景点 一时不知该说 张和伦脑子转得快 还是太惨 编织布都能让他想出来 不怪是综艺之神眷顾的最惨男人 严肃的题材都能玩成喜剧的效果 不仅如此 当张和伦去约云鹏家做客的时候 也是综艺效果瞬间拉满 约云鹏一句我不配吗 众人瞬间笑成一团 果然就没有张和伦闹不出的笑话